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子们啊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这样他若显现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 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 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你看 付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是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未曾认识他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 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 也未曾认识他 小子们啊 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义人 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行意的就不属神 以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这是神的话 阿们 那么在教会里面 往往我们看见一些小朋友 我们看到他们之后 看他们的样子 我们就会猜说 啊 这大概就是某某弟兄姐妹的孩子了 有时候我们还会加上一句说 这位小朋友跟他的父母长得真是很像 甚至连说话的样子都很像 书语不是这样说吗 有其父必有其子吗 其实啊 孩子与父母外表长得像 这是因为生物上的基因遗传的关系 但是因为家人一起生活 所以孩子也从父母身上学习了他们的父母 所以啊 孩子与父母长得相像 是外表的 也包含是内在的 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说 因为神的慈爱 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 意思是说 我们原本是不认识神的人 但是当我们相信主耶稣之后 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孩子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是我们身份上很大的改变 我们从原本不认识神的人 变成了神家里的人 我们彼此也从外人 变成基督里面的家人 第二节说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想想 世界上有几十亿神的儿女 分布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 不说大家的外貌 有很显著的明显的差异 那么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会是怎样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 我想这当然不是指的是外貌 与耶稣基督想想 就像儿女长得像他们的父母 这应该指的是说 我们的性情与主耶稣基督想想 说到性情 或许我们会想到圣灵的果子 在加勒太书里面 一共列了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九个性情 当然这些只是圣灵果子的九个表现 既不是一个完全的表列 也不是说圣灵的果子就只有九种 因为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单数的整体 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这样说 神就是爱 各罗西书三章第十四节说 爱心是联络全德的 这样看来 既然在主显现的时候 保证我们必然像他 只是程度上面会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不过到底我们会怎么样像主耶稣呢 从刚刚这两节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肯定 神的儿女必然会在爱的性情上面 与我们的神与我们的主相像 那么既然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会在爱的性情上面 与我们的主越来越像 难怪使徒约翰不断地提醒弟兄姐妹 要彼此相爱 这可以说是使徒约翰 给教会最鲜明的一个提醒 一个命令 但是使徒约翰在二章第二十八节的地方 还告诉教会一条新的命令 那个命令就是要住在主里面 为什么要住在主里面 他说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 而且凡住在主里面的会行义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主耶稣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所说的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凡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藏在主里面 也是主的命令 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 提醒教会要住在主里面 原来这是重复主的命令 但是到底怎么样 我们才能够住在主的里面 耶稣这样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藏在我的爱里面 那么主的命令到底是什么呢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到第三十一节 耶稣这样说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事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原来怎样住在主的里面 就是去爱神 去爱人 他不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 而是我们生活的行动上面的表现 所以说越是去爱神 去爱人的人 自然性情就会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们的神 我们在天上的父 赞美神 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原本是不认识你的人 是你家里的外人 但如今我们可以呼求你 阿爸父 又有许多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你 求主给我更多爱你爱人的心 改变我的心思 帮助我不追求眼目的满足 或者是自己的荣耀 而是追求更多有你 帮助我每一天都寻求你的同在 追求更多去关心人 帮助人 服侍人 让我以更多有你的性情为最大的满足 主啊 给我对失丧的灵魂 更多的爱心 更有负担 因为你来是寻找失丧的人 帮助我更多与你同心同步 让更多失丧的灵魂也能听到福音 成为你的儿女 做神家里的人 引导我走一路 在凡事上面荣耀你 这样子祷告不配 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愿你有一个蒙福得胜的一天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